众所周知,成龙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的儿子房祖名是妻子林凤娇所生,而女儿吴卓琳的母亲则是女星吴启丽。 在1999年,成龙、林凤娇、吴启丽三个人的故事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当年故事中的主角们似乎早已忘却过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成龙的两个孩子也都渐渐长大成人。 近期,有网友爆出成龙私生女吴卓琳的近况,并不少人汗颜。 如今的她没有正当工作,过着鸡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网友甚至爆出22岁的她在多伦多街头排队零免费救济食品,看起来十分落魄。 照片中的吴卓琳穿着朴素,头发油腻、凌乱、状态不佳,身边还放着一个手提袋, 应该是为了装救济粮而准备的,从照片中不难发现,跟着排队的人多半都是岁数较大的老人,吴卓琳的出现属实有些尴尬。 据了解,这个公益社团其实是专门为低收入人群设定的免费救济粮食。 部分网友看到窘迫的吴卓琳表示,年轻人有手有脚,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老老实实生活呢? 其实,就算成龙不认这个女儿,只要吴卓琳安安生生和吴启力在一起,生活也不至于如此。 如今,她和母亲吵架,和女友公开在一起,公开叫板母亲。 其实吴卓琳在国外被拍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2018年,她和外籍女友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养人甚至捡路边的垃圾果腹,让人十分心疼。 吴卓琳曾试图挽回女儿,但女友的叫唆让吴卓琳完全听不进去母亲的话,女友甚至还阻挠吴卓琳和吴卓琳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操作让吴卓琳格外头疼。 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自吴卓琳生下吴卓琳之后,他们所走的路就是逆方向的,一步错,步步错。 在管教孩子方面,吴卓琳对女儿十分严格,所以幼年的吴卓琳十分乖巧,看起来很懂事的样子,但到了青春期,吴卓琳内心的小情绪爆发出来,她不再是乖乖女,而是成了问题少女。 没被母亲教育好,也没有遇到积极上进的朋友,顶着私生女的帽子。 吴卓琳被现实一次次打击,精神变得越来越糟糕。 之后,吴卓琳甚至放飞自我,吴卓琳有苦难开,只能由着她去了,说到底,这一切的苦果,都源于原生家庭带来的痛。 吴卓琳对吴卓琳的爱是病态的,她可以抱着九岁的女儿上厕所,帮她穿衣服,喂她吃饭,也可以惩罚她头顶慈海,罚站三个小时不许动。 吴卓琳讲过,因为自己没有花四十万帮女儿转学,就被对方认作是不爱自己的表现。 在吴卓琳的逻辑里,爱就是可以为对方做一切,不计后果,她完全不考虑四十万并不是个小数目,更不会关心母亲是否有经济压力。 本就缺乏父爱的她,变得敏感脆弱,长期的娇生惯养和身体上的惩罚让她成为更加敏感的人。 可以说,吴卓琳和吴卓琳就是不正常母女关系下的一对共生体。 有媒体传言,成龙的资产高达好几十亿,自打吴卓琳事件后,她将财产都过在林凤娇名下。 也就是说,最终的受益者是房祖宁。 吴卓琳生下吴卓琳后,试图找中间人联系过成龙,但被成龙拒绝了,母女俩经济窘迫,度日如年。 可以看出,成龙跟吴卓琳的关系完全破裂,二十多年来,她对吴卓琳母女一点都没有帮过。 对女儿如此狠心,但对房祖宁却有求必应。 当初沉迷不良嗜好被原谅,甚至还能风光地从事幕后工作,过着少爷一般的生活。 2022年,房祖宁被爆开着一辆价值三百万的豪车去喝咖啡,后亮相某活动现场,声称自己依然在创作。 在挽救吴卓琳的几年间,让吴卓琳心力憔悴,她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将女儿拉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上,于是她决定放弃这个已经走偏的孩子,不再为此努力。 在与母亲吴卓琳抗争的两年间,吴卓琳可谓是将她和母亲吴卓琳之间的这段感情彻底消耗完毕。 到目前为止,吴卓琳在采访中提到吴卓琳时,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激动情绪,整个人看起来似乎已经想要和吴卓琳断绝关系。 或许这样,对于吴卓琳来说,才是让她能够不再被此困惑的唯一方式吧。 在吴卓琳的经纪人于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吴卓琳叹逆以及挽救吴卓琳的整个过程之后,吴卓琳使用自己的账号点赞了经纪人的发文,表示对于经纪人所公布的一切是由她所许可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对女儿吴卓琳的态度可谓是灰心到了极点。 在此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吴卓琳表示自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之后,身边无人陪伴感觉十分孤独,自己有再生二胎的打算,并且还称现在的动乱技术十分发达,借此便可以实现自己想要再做母亲的愿望。 看到吴卓琳在采访之中如此说,确实让人感到心酸,辛辛苦苦拉扯大女儿吴卓琳长大之后,可是没想到她却和这个孩子之间的感情如此僵硬。 母女两人到近期可谓是毫无情分可言。 想必正是在这种灰心的状况之下,才让吴启丽产生了生二胎的想法吧。 毕竟对于现在的她来讲,身边无人依靠,手中又有着亿万家产。 如果说不生个二胎的话,自己老年不仅无人依靠,在去世之后,这些财产也不知道该由谁来继承。 再加上大女儿吴卓琳现在对她的态度很是冷漠,这一切都让吴启丽对她完全失望。 吴启丽这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她在早期也出演了很多作品。 在当时,人气也是很高,但是直到遇到了已婚的成龙,她的人生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她与成龙两人在拍戏过程中互生情愫,后面更是生下了女儿吴卓琳。 但是成龙在一番思虑下,还是回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段感情也就随之结束。 吴启丽的经历也是令人觉得十分唏嘘。 吴启丽早期就因容貌娇好跟优越的身材而被星探发掘。 后参加比赛还获得亚洲小姐的荣誉,若是没有遇到成龙,她的发展想必是比要现在好得多。 回翻吴启丽早期的照片,有网友甚至表示可以和刘亦菲相媲美。 刘亦菲的颜值算是娱乐圈中的天花板了,能与刘亦菲相媲美,就可想吴启丽当时是有多好看了。 在吴卓琳出生前一个月,吴启丽向全港喊话,自己怀孕了,孩子爸爸是成龙。 原本以为高调公开这件丑闻,能让成龙就范,想借这个孩子得到一个想要的名分,然而对方根本不是能轻易被威胁到的人。 即便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成龙的孩子,然而他仍可以公开回应说,自己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对吴启丽来说,原本孩子和名声是最大的筹码,眼见这个筹码对成龙不管用,母女生活长期在狗仔的注视下,不胜其烦。 从小到大一直活在媒体追踪报道下,小时候被问到爸爸的话题,吴卓琳声称,自己习惯了没有爸爸的生活,有妈妈身兼父职照顾他,他很满足。 再后来,吴卓琳说,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生命中没有这个人,对于他来说,成龙就是个演员,就像对其他人一样的陌生人。 如果有可能遇到,或许就像见到一个明星一样打个招呼,并不会有进一步交集。 因为那个人只是自己血缘关系上的父亲,并不是爸爸,他没有做到一个爸爸应该承担的责任。 为撇清关系,吴卓琳声称当初报考大学时,本来对电影很感兴趣,但怕被人说是为了成龙才学这个,入这行,因此并没有报这个专业。 如今生活窘迫,又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主动录视频,承认父女关系,还寻求帮助,可惜他等了多年,也没有被父亲承认。 所有异于平常的行为都不稀奇,背后肯定是负面情绪的日益积压,即便他不说。 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痛苦也是无法磨灭的。 吴卓琳如今的落魄,成龙与吴启力要负主要责任。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没人经历过吴卓琳所经历的一切,就无从真正体会他的感受。 于如今的他而言,原生家庭是一生的痛,宁可在多伦多街头捡破烂领救助食品, 也不愿回头去过有钱又安逸的生活,他的表现就能说明一切了。 父亲不负责任,父爱缺失,母亲的爱窒息而扭曲,吴卓琳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或许他也恨过母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越来越像他母亲,甚至,他也在重复他妈妈走过的路。 即便和吴启力仇恨再大,但吴卓琳是无辜的,希望成龙能早点醒悟过来。 想想吴卓琳,也希望吴卓琳逆风翻盘,开启美好的生活。